金門縣水頭港正在進行新進工程 不過日前廠商正在進行的屋底 剛供的噴漆工程 受疑似因為東北季風太大 就導致停放在一百公尺外頭的停車場 居然有近百輛車受害 這車上呢 全都布滿了噴漆所造成的顆粒斑點 這太明顯了 這太明顯了 古野霧霧霧的東西 隨手輕輕一擦 擋風玻璃上的臭感就是不一樣 更不用說車輛引擎蓋上的斑斑點點 讓車主看了相當心疼 是蠻粗糙的啊 有點那種磨砂感 磨砂感 這個狀況有幾天了 是昨天第一天發現的 昨天第一天發現的 你有自己去要洗看看嗎 目前應該是先補回 先給廠商這邊去做處理 寶貝愛車就停在停車床裡 沒想到來取車 竟然成了這模樣 放眼望去 四周都是暫時停放的車輛 不少車輛都出現類似狀況 有民眾發現說 自己的車回去洗完 隔天回去洗的時候 那個它上面就有公園面 對的 陸續才有人在FB上面PO 你才發現 所以可能有這個狀況 車子可能有好幾次 它有 肇事兇手竟然是距離停車場 有100公尺遠的工地 原來金門縣水頭港 大型旅客服務中心的新建工程 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 預計工程要在9月完工 8號正在施作屋頂剛垢的噴漆工程 可能在東北季風的強勁吹拂下 把漆吹到了百公尺外的停車場 停在裡頭的車輛就成了倒楣 類似情況也不是第一次發生 預估受害車輛近百輛 目前營造廠商也開放讓受害車主登記 並且請車廠協助 統一以車體美容的方式 讓車輛恢復原貌 記者女應付金門報道